哇 多神奇 大家看到嗎 我把我所掃的東西 它就已經在我的手機上了 除了是老闆可以用 秘書可以用 辦公室人士也可以用 自動會出在手機上 拍攝翻譯 其實它也很準確 錄音功能有什麼好呢 開會的時候 都是怕忘記了老闆說話 或者老闆說話說得很快 不知道他說什麼 就可以放在身邊 Hi 大家好 我是Iko 之前我們拍了這個翻譯機 這個翻譯機 我們拍了它的功能篇 以及小朋友讀書篇 現在我想拍這個 就是關於辦公室篇 除了是老闆可以用 秘書可以用 辦公室人士也可以用 它有一個位置很特別 登登登 看到嗎 它有一個拍攝翻譯 今次我就想推介它 這個拍攝翻譯給大家看 綠色這個按鈕就是拍攝翻譯 按進去之後 按進去之後 在這兩個位置 可以選擇你想翻譯的東西 譬如現在我選擇了 英國的英語 然後這裡我想翻譯 把英文翻譯成中文 我就選擇這一邊 這裡有很多選項 越南 俄羅斯 韓語 日語 法語 意大利 西班牙全部都有 我們先試用繁體中文 拿到一本說明書來翻譯 翻譯的時候 也有一點注意 其實我想翻譯在這一邊 你拍攝的時候 除非你想兩邊一起翻譯 不然你就最好 例如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畫面嗎 這樣就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也會拍攝 那就一定要逐段逐段 這個清楚 好 接著就按白色這個小 好 要清晰 清晰之後 就要按藍剔 它就可以由英文轉成中文 由英文轉成中文 道金 它的金銅銅 金和銅是混合組成的 外馬市使用的玫瑰金道塵 是很微妙的 它是有淡淡的陰影 顏色會隨時間而變化 其實也很準確 還有一個公文我都很推介的 是一個叫做 這個位置 粉紅色這個位置 叫做文本雜抄 平時我們呢 有一堆文件 可能要打出來 或者打很多英文 打一些我們不懂的日文 這支筆有什麼很棒呢 就是你按這個文件抄送 然後你只要把它掃描了 它就會自動出在手機上面 我們現在示範一次 我們試一下這個文件抄 對 它就會問你同不同存 你按試就可以了 去到這個 你就用手機 掃描它的QR code 去拍一拍它 接著就按這個 它自動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掃描同存 這個位置要怎樣做呢 就要按進入 畫面就會顯示這個 然後你在上面 選擇你想要的語言 現在這樣吧 我想試是日文 對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日語 選日語了 我們準備一個 日文的說明書 或者日文的文字 逐行逐行掃描就可以了 好 哇 幾神奇 大家看到嗎 我把我所掃描的東西 它就已經在我的手機上了 之後就可以複製 然後就可以把它貼在你想要的地方 可以不需要打字 還有一個就是智能錄音的 就是在這裡位置 可以隨時按它出來 然後上面這個位置就寫著 新鍵錄音 按著之後它就開始錄音了 錄音功能有什麼好呢 開會的時候 都是怕忘記了老闆說的東西 或者老闆說的東西 很快不知道他說什麼 就可以放在身邊 或者記者訪問的時候 也可以放在身邊 就可以錄下自己所需要的範圍 然後再聽說是非常好的 是一個小秘書 我這個辦公室篇暫時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